还是选择杰拉 有一个反手大招 这么看的话小虎龙等级越高越好打泽利 而且前几期不会被压制 被推陷 等级高完以后感觉泽利就很难受了 这里要Q杀两个了 顶 顶到辅助 W 帮挡了 戴隆东这里还要死 卡莎A了一下小兵 搞不好这里镜头出问题了 但没关系继续看 这里 戳一下 卡莎这里闪现可以投出 中路直接小虎小虎龙单杀了 而且是交了闪的单杀吗中路 小虎龙这英雄是到底怎么单杀的人啊 这是第一把呀兄弟 标记直接展现出了自己 独特的个人实力 下路限杀中路限杀 小虎是 这个雪亮有还想皮一下 但是奈特这里又A了一下 小虎还回头了吗 还在回头小虎 啊 W A A1 哇 他这个玩的好戏啊 AQ 哦 小虎罗弩王 兄弟他这一波没有浪费任何 一秒的时间 他这个平黑穿插的完美 这么这么线 我想让你吃Q三 自尾扭掉 很自信啊 A下E往后拉 骗 还在骗 这里就打一套 也没什么兴趣 什么情况 小温的大拽叶留着 我要回时间 还在这里骚扰着奎仓蝶 等鳄鱼踢出来再说话 鳄鱼去吓了 卡莎来了 什么情况 死了 什么情况 杀得到我 哎呦 这次我也死了 一换一了 还有闪的艾奥克 在艾奥克这手法 我只能说已经到顶了好吧 他这手法已经到顶了呀 都看得懂 哎 这里兵 什么情况 一个没鳄鱼 没有大的鳄鱼 直接嘎了 但是这一波整体来说 B1机还是小赚啊 卡莎两个人头 加上一圈塔 全是给到了卡莎 现在这个卡莎的发育就是 你来接他 我就接 就是这一波了 刘青松这里 流通没大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秒流啊 这面小火龙已经单杀了 这里的炸弹人 而且还能踢过来 WD走 小虎闪见Q两个 刘青松反开 这一波团队会不及要打赢 卡莎你没法A人 这一波标题送完了 你呀打着队后再给上 这里反手的刘青松直接吸三个 真行啊 那这一波只要能够吸到小火龙 微波机的打团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里视野更好 表姬先去推中一塔 先推中线 这条龙能抓下来吗 改这个位置 表姬慢慢探过来的话 微波机就要放了 这龙闪现过来抢了 尼尼亚有中央吗 瑞尔猜 因为这里被秒 但是后续 卡莎还有输出的 不能深追啊 对微波机来说 不能深追 小火龙还能拿上 卡莎还有大双招的 这样子的话 小威又自己的身面 抢了这条小龙 上路要出去 这个鳄鱼 直接来一波四加二 但自己家高利可能会没啊 泽利一个人守不了 不是炸弹人 冰这里怎么说 大招第一先没开 第二先开出来 怎么说要用闪现 搓一会儿 还要二段一的 这一波牛轻松的瑞尔 没选择用大招 让冰这里搓了非常久 自己家高利没了 欧恩还能救 这里瑞尔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大招也要省啊 这里直接抓大龙 但是冰的鳄鱼 这里有TP 兄弟这一波 这一波指挥一波三折 要把微波机送走了 兄弟们 鳄鱼回家踢过来 这大龙给就给呗 我能贴 而且迪迪亚 还有闪现成绩这一手的 但是乌几个卖自己 迪迪亚还有机会闪 这里他再也闪 这台谁的大龙 又是小卫的 微波机不想赢 可以不赢啊 但是不能这么送啊 这两个闪现上来 再受一个双杀 小虎也是没有任何 逃跑技能呢 只能让卡莎 打下这个三杀 正面的话 怎么说啊 小卫还在留 一个减速又减速到两个 完了呀 微波机 急了 小虎的展三里 看到没 直接秒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一波就是瑞尔 没有去用大招留鳄鱼 然后这边急了 就只会打大龙 让大龙 让大龙 让完大龙 这一波鳄鱼 满血过来有踢的 那就点了呗 我不想玩了教练 我就想下一把了 那就下一把 就这一波 看不懂 绝对看不懂兄弟 这一波 谢谢大家